约95万户住在组屋和本地家庭的下个月将能获得消费税补助券、水电费以及服务与杂费回扣 财政部说住在一房和二房市组屋单位的家庭下个月可获得190元的水电费回扣 三房和四房市组屋单位的家庭可获得的水电费回扣总额分别是170元和150元 住在五房市组屋以及公寓市和多代同堂组屋的家庭则可分别获得130元和110元的水电费回扣 另外符合条件的家庭也将获得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服务与杂费回扣